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呢跟大家聊聊南海 聊聊南海的都南亚 然后聊聊南海都南亚上面那个菲律宾 为什么要聊这一期呢 其实也是因为昨天我聊了一期关于日美联合声明 聊了一期日本关于中国 怎么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日本的那么一期话题吧 昨天晚上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在我这留了一个言 然后估计这哥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特别的聪明 然后留了一句那杜特尔特呢 然后就是意思啊 那可能是我的感觉 因为他话说的比较简单 我的感觉是因为我说 因为对待日本要以职抱怨 以职抱怨 然后的话不然的话 那就会变成以德抱怨何以报德 然后我讲了这样的一个观点 然后我估计这哥们就说 菲律宾来回的跳反 菲律宾前一段时间又针对中国发表了一些暴论 然后看起来又跳去了美国 又跟美国联合军演啊 等等等等 做这些事情 在那还搞事情 然后的话 这哥们得给我问啊 杜特尔特呢 哎呀 当天当时是晚上啊 我没有打字回复特别麻烦 然后的话 所以说呢 就等待了今天给准备给他回那么一期视频 结果呢 也是比较巧啊 结果今天就有菲律宾的新闻出来了 杜特尔特今天 今天的新闻上说啊 杜特尔特发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言论啊 我跟大家赌一赌啊 然后杜特尔特说呢 嗯 我现在啊 我对渔业的兴趣不是很大 我认为渔业资源不够多 不值得争执啊 意思就是啊 渔业资源的不值钱 你再再弄再弄 你全部打完了 哎也不值钱 渔业就那样啊 所以说他说啊 我认为渔业资源不够多 然后不值得争执 但是如果是采矿石油 到那时候呢 我会派出军舰去主张主权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杜特尔特说这句话 意思就是啊 如果中国啊 不在一些争议地区 跟菲律宾有争议的一些岛屿上面啊 或者说海域上面啊 采矿啊 然后的话石油啊 开采石油啊 然后的话呢 可能他就不会去派军舰 去主张主权 哎 然后的话他上面还说呢 如果他们开始在那里开采石油 我会告诉告诉中国 这是我们协议的一部分吗 如果不是协议的一部分 那我也会在那里采油 这杜特尔特已经把把话都已经说 都明白到这份上了 大家一定要知道 大家发现没有 其实不管是杜特尔特 还是菲律宾的整个整个政策啊 他是在左右跳啊 美国这边跳一下 中国这边跳一下 但是他从来都不踩底线 他从来都不踩底线 然后的话 他整段话的意思就是 嗯 如果中国啊 去开采石油了 那我也我也得去开采石油 在菲律宾有争议的海域和岛上面啊 开采石油 开采矿产的话 那中国去了啊 我菲律宾也得去 就这个意思啊 就这个意思 首先呢 很多朋友可能会说了 你看一看啊 这是菲律宾要要怨了啊 要怨了啊 以致抱怨我们要啊 你老五是不是这个意思 首先呢 你知道吗 我做自媒体时间长了 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啊 可能是以为自己很聪明 但是的话 你稍微了解一点 他的话 你就会被他那个线性思维啊 线性思维所震惊到啊 他就是那么一根线 你知道吗 你说了一句 以致抱怨啊 他所有事情都套以致抱怨 就像那什么呢 就像我那天 我说聊日本的话题上 也说了关于美国 为什么啊 比如说像克里啊 这样的国家 克里这样美国的啊 克里啊 前顾务卿啊 级别如此之高的 那中国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去对待他呢 因为美国是那个老大 菲律宾什么时候成老大了 我对待老大硬气 是要做给我自己的 跟我自己关系比较好的一些国家 和美国的盟友来看的 这个姿态要有 你说菲律宾 对待小国啊 对待小国那是另外一套标准 这套标准是什么的 我今天解释给大家听 首先呢 南海跟美国呀 比如说像美日联合声明 这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首先呢 要知道这四个字啊 就我说的 以致抱怨 那个怨的标准 那个怨是什么 那个怨到底是什么 这个怨就是底线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怨就是底线 你欺负到我了 什么叫欺负到我呢 我会对你有怨呢 那就是那根底线 你卖过了这个底线 就欺负到我了吗 你没有卖过这条底线 你怎么能叫欺负我呢 比如说像美国 你中美贸易战 你利用 你给我打台湾牌 你利用日本 利用台湾 想要搞我中国 那就是底线到了 那日本呢 那日本同样也是如此 美日联合声明 踩了哪几个底线呢 香港 台湾 新疆都踩了 你踩了一个遍呢 你踩到我的底线了 刚才讲到了 像香港 台湾 新疆 这都是什么呢 中国的底线是什么 这像我以前跟大家说的那样 老共啊 老共啊 你知道我对他一个评价 叫什么呢 叫笨吗 老共是笨蛋 真的是笨蛋 几十年的政策都没变 几十年前定下来的政策 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 他为什么 因为以前政策定的对 我就守我这个底线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以前的国家领导人 那个聪明的地方 一个国家领导人 或者说叫政治人物 他是他的智商程度 他是否聪明的话 你就看他制定的政策 是否是正确 这个正确不能在当时来评价 你也得往后看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 这个政策有没有变化 你看一看 老共制定了多少这样的政策 刚才说了 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 中国的底线是什么 以前我就不细说了 像什么七十年代 进联合国 我绝对不跟台湾 就中华民国的代表 在联合国同时在 你想让我中华人民 过和国进去 你就把台湾国赶出去 然后呢 那个什么 这叫什么呢 我反对两个中国 但是中国那时候的底线 还一条叫什么呢 我反对台独 这个底线 不是第一天造出来的 这是几十年了 但实际都是如此 那南海的底线是什么呢 讲到菲律宾 讲到南海 那大家要知道 以德报怨 那个怨 也就是那个底线 到底是什么 大家知 大家记不记得 中共对于南海的 一条线 或者一个宣言 或者一个标准 到底是什么 老共经常讲那句话 叫什么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这就是中国的底线 知道了吗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这八个字代表什么呢 中共知道有争议 中共知道在南海 跟东南亚的国家 有争议 所以才说 我要搁置争议 中共在南海 说的不 可不是那什么 这边就是啊 可不是啊 就是说 跟你们完全都没关系 没有争议 这里没有争议 不像台湾 不像香港 不像新疆 说的是啊 没有争议 台湾问题 就是我国内的问题 就是我国内主权的问题 新疆香港 更是如此 都是我国内主权的问题 没有争议 任何争议都没有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中国在国际上 对待台湾 对待香港 对待新疆 都是这一套标准 可是对待南海呢 老共说的是 搁置争议 搁置争议是什么 我知道有争议 我知道有争议 但是大家啊 把这个争议搁置下来 咱们共同开发 这是老共的标准 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说 什么争议啊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大家作为一个中国人啊 看我频道的人 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吧 当然也有一部分华人啊 然后的话 大家可能啊 都会觉得啊 尤其是中国人啊 那中国的没争议啊 那还就是我们的 大家特别愿意说这个话 可是这个争议到底是什么呢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我们都是受欺负的 你看南海是我们的 其他人抢我们的岛 没错 然后呢 可能很多人会说 台湾是我们的 你看你美国成天 拿着台湾想要搞中国 如何如何 哎 我们真的好可怜 新疆是我们的啊 等等 哎 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种 就是说我们到处都是受人欺负的 不然的话 又不会有很多人就会说 啊 中共软弱 中共软软软 很多会这么去说 恨不得 把中共推翻了 就有很多人啊 借着借着这些政策的问题啊 看起来啊 看起来在恨政策 其实在恨国 其实对政府有很大的不满 但是这是你的看法 但是你得知道别人是怎么看你的呀 尤其是东南亚那些国家 为什么叫搁置争议 你可以看一看啊 中国在南海的那个九段线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九段线 可不是一直以来都是九段线啊 以前中国对于南海的那个要求 叫十一段线 我不今天我不跟大家聊十一段线 十一段线比九段线更往南 更往南 跨了跨了更大的一块区域 我今天不说十一段线的对活错 我今天就说九段线 你看一看中国在南海画的九段线 说实话呀 我知道很多人 也都知道南海的南海的一些历史 比如说像南海的菲律宾啊 马来西亚印尼啊等等 文莱啊一众小国 包含越南什么的 以前这些国家没实力 然后的话没有任何丁导实力啊 只有渔船 没有没有军队 那东南亚 东南亚以前确实是这种状态啊 让没有军队 也没有主主权的概念 只有一些啊 稍微有那么一叮一叮叮点 原来的啊 旧旧世纪的一些那种国家的概念吧 然后他不够 不够现代 所以导致了一个问题 他没有海上的主权的概念 海上那些岛 他也没有 没有影响力啊 或者说叫没有什么 没有能力去管理 所以说那个时候中国是比较强 尤其是在二战结束之后 二战结束之后 中国是战胜国 当时的美国陪着当时的中华民国 在南海画了一个圈 十一段线 而且有一件事情 大家要知道 中国的渔民渔船 是经常在南海这边转的 那是中国人的传统的渔场 所以说在内里 中国人是有影响力的 而且大家一定还要知道 这是民国时期 清朝时期是如此 明朝时期更是如此 中国在南海的影响力一直都在 不管是像大家熟悉的政河等等的 这都是历史文献都能找得到的 找得到的 然后的话 而且像东南亚一些小国 大部分都是中国的附属国 向中国称臣的一些国家 所以说南海在那个时期 属于中国 没有任何意义 可是到了四五年之后 虽然说美国陪着中华民国 在那边画了一个圈 可是在四五年之后 也就二战之后 二战之后 东南亚的一些小国 开始产生了一些国家的意识 只要有国家的意识 就会有几个点呢 叫领土 领空 领海 这些概念都要有 它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一些国家 大家看一看 中国的九段线啊 这回就要讲到九段线 都画到了人家现代意义上 那个国家的门口了 这个大家必须要是意识到 你看一看地图就知道了 中国的九段线 已经画到了别人的门口了 只要他们形成了现代国家的意识 他就会要求他的领海 因为你这个线画的离我太近了 然后中国有没有在九段线啊 或者十一段线要求的资本呢 刚才讲了 不管是民国啊 就是美国人陪着啊 中华民国到那边画的线 然后的话 一直到清朝 一直到明朝 那更不要说东南亚一众小国 那个时候是中国的附属国了 更不要说这个 那个时候本来你们都是归我管的 那个那片海 肯定也是归我管的 你的领土都归我管 你的人 你的国王 都向我称臣 更何况那点领海了 这个不用再提 所以说呢 但是这是现代了 已经进入到现代了 它已经形成了现代国家了 那些国家也再也不是你的 三属国了 就像现在的殖民地 它也不是了 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这个 它不是了 所以说呢 这个主权的争议就会产生了 所以说中国对待南海 它有这一个前提 叫什么呢 叫我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我们知道这有争议 这个争议从哪来的 也很清楚 也很明白 这就是东南亚 它跟中国到底有什么问题 这就是菲律宾 跟中国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讲到这个争议的时候 我要讲什么 我要讲 你看看杜特尔特 在这个争议 他永远不出圈 他永远不出圈 但是一定要 他在台湾问题上 他会出圈吗 他不可能出圈 他会跟着美国一起 台湾不是中国 他不可能 他会讽刺新疆吧 他也不可能 因为什么的 因为他知道 那个地方是中国的底线 你敢踩 中国就得来收拾你 那南海呢 南海他在这个地方折腾 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中国是知道的 你以为中国不知道吗 如果不知道 就不会有 搁置争议 这四个字了 如果不知道 我们没有争议 如果不知道 没有争议 你说有争议 我不知道 如果不知道 不知道的话 就没有搁置争议 变成中国的政策了 在南海上的政策 就不会有这个事情 所以说杜特地 杜特尔特 在南海上面 他永远在自己的底线 这边来回的踩 他也没有说 可劲的踩中国的底线 所以中国对于杜特尔特 对于菲律宾 都是一直以来 是比较包容的 那么一种状态 而且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杜特尔特 虽然说跳去美国了 他能怎么样呢 菲律宾 有他的军事基地 能怎么样 他跳到美国 那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比如说 菲律宾 我们联合军演 跟美国一起联合军演 能跟中国 造成实质的威胁吗 菲律宾有什么呀 你可以看一看菲律宾海军那几个破船 菲律宾就那么回事 所以说杜特尔特 永远有军舰 我们有军舰 他知道他有几斤几两 好吗 菲律宾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虽然说大家都很看不上 现在台湾国军的那点装备 台湾国军那点装备 在东南亚的一区 还是能数得着的 他只是旁边有个大陆而已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情况 菲律宾根本什么都没有的 他在用自己最弱的东西 在跟中国叫板 这叫在干嘛 这在叫卖乖卖惨 你知道吗 用自己最弱的东西 在跟中国横 可是他最强的东西 比如说像主权的问题 你看他是怎么说的 今天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的是 我的渔业 中国的渔船 去那边踩 抓鱼 捕鱼 我不值得争议 不值得争执 你知道吗 这个事情不值得 但是啊 采矿啊 你要采油的话 那个地方的话 我就要去采了 我就要去采 这只是这样 大家发现没有 中国说了 我在我要去那边采石油 杜特尔特说 我也要去采 我也要去采石油 杜特尔特 他跟中国的政策 保持了一致性 保持了一致性 什么一致性的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是不是在共同开发呀 你中国采 我也要采 你中国说的嘛 咱们共同开发 对不对 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这个问题 总而言之 在南海采石油 这些事情 其实也是在中国的 啊 料想 料想里面啊 南海是有很多矿产 是有很多石油 但是的话 现在我们政策 还是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这个是符合中国 中国利益的 中国的利益 在东南亚 不是这点石油的问题 更不是那点渔业的问题 在东南亚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东南亚东西 RCEP 经济上的利益有多大 像菲律宾这些国家 不明白 不懂吗 所以说呢 很多的朋友啊 就像我说的啊 你就像我说 一聊到日本啊 以治抱怨啊 说到美国 要以治抱怨 要收拾美国 要给他难看 他就说啊 菲律宾 那么所有所有问题啊 就真的是劝一下 这样的朋友 就是说永远不要啊 单线性思考 单线性思考 好像咱们的 什么初中的生物啊 应该学过吧 那什么线形虫啊 才会单线性思考啊 作为一个人 你也往深了去想一想 你也多思考思考 国与国不一样 国与国说出来的政策 不一样 你认为他坏 他真不见得是坏 很多的时候 中共的政策 其实很明显 咱们这个国家的政策 很直接 几十年都不会变 有些政策 就算是如此 几十年都不会变的政策 你都不知道 不了解吗 故意还是故意那种 蒙着眼不去看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菲律宾 杜特尔特 什么时候踩过这条线呢 嗯 什么时候说过 南海就是我菲律宾的 你中国不许来 什么时候说过呀 啊 菲律宾 东南亚 中国是不是一直做的都是我们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的事情啊 他没有越线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问题 包含 包含 像台湾 像日本 像美国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不同的政策 尤其是美日 对待台湾 香港啊 新疆啊 这些政策 他是在做什么 我们为什么说要以致抱怨 是因为他在踩你的底线 而且关于台湾 新疆 香港 这些地方的政策 我们不是第一天说呀 很多朋友一定要知道啊 老公说出来的话 就像很多 就像我平台老公 你就把他当成笨蛋 看就行了 他就是这样 他几十年前定下来的政策 几十年后 我还要执行 就是这个党可怕的地方 就是这个党 能够往原里看 能够看长远的地方 很多的朋友啊 不要再单线性思考了 好好想想 是不是 想想今天蹦出来的这一条 关于菲律宾 关于杜特尔特的新闻 背后是不是这样 好吧 今天这期我就不多说了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